大家好 先來喔 掰掰 大家好 可能這一集有點沉重啦 但是我實在是想了很久 我決定內心非常的低落 我想要來拍這一集跟大家 聊聊天 我自己出來外面工作 其實也十多年了 如果要把學徒的時間也算上去的話 哇那個時間就更長了 我在最近咧 就在想說 是不是乾脆把這幾個建設公司案子結束掉之後咧 我們來買個房子 感覺好像 人家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勢必要有一個自己的 永久的歸屬 然後咧 我就跟我們的公司團隊的朋友 到處看房子 然後看一看一看 當然不用說 現在的房價真的是 沒花到一個幾點 我自己向來很有自信就是 我的工作量 絕對是一般人的兩三倍以上 也會想說齁 說不定我們可以想一個企劃 就是 因為我們這種工業的人 到底應該是要怎麼樣看房子或選房子 因為大家都會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 炒房炒房炒地點 炒什麼交通 但是我一直會覺得房子應該是 要看它本身的材料跟建材 還有它的施工方法 那我們就打算說 那說不定我們可以來拍一集就是說 我們以一個工程的人的工業的人的背景去判斷 然後也幫各位朋友們開箱看看 現在的房子到底怎麼樣 一次呢我們就這麼想 好那我們首先應該來問問看 我們的銀行貸款怎麼樣吧 說到這個就是我堆心瓜的地方 我一直以為我的信用是非常好的 我這個人沒有欠款沒有任何的負債 我在業界工作也都是現金交易 我從來不開票 能夠給錢我都第一個給 我最不喜歡欠人家錢 那至於一般的什麼信用卡 然後銀行的存款啊什麼的都非常的良好 也因為我的工作量非常的龐大 那我做的也是一些比較高技術的工作 所以我的薪資應該都會比一般我這個年紀的人還要高非常的多 那再加上有一些額外的公司的收入嘛 於是我們就開始去鎖定好了 我要買的房子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要求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爸媽一起住 因為從小我實在是很不孝順 但是我爸媽實在是又給了我一個很健康的家庭 我的騎士點可能就會比別人還要多一點 因為我希望那個房子是我可以跟家人一起住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就大概鎖定大概是一個兩三千萬的房子 買房子它其實絕對不是一個一次要讓你花兩三千萬 而是你的還款計畫這是一個重點 那我從以前到現在啊 我的賺錢存錢的方式就是不斷的進攻 沒有防守 就是我這個人基本上不太省錢的 我會覺得每天花個半個小時在那邊比價 比比比比在那邊比 然後最後比少了一百塊跟五百塊 少一兩千塊 我覺得這是最浪費時間的 我已經花這個時間去省這個錢 好不如給大家更好的利潤 然後我們花時間去畫一張設計圖 或者是去做一個小案子 那賺的錢都會比我在那邊比價的 會比較好一點 那按照我的條件跟我以前從來沒有簽過款 我都是用現金買車的 就是跟笨蛋一樣 應該我的銀行信用應該會 貸款應該可以很高吧 或者是應該可以很好吧 而且我又是算收購主 首先第一個銀行咧 他就跟我講說 學先生你的公司登記的是屬於工業的營造類 工業營造類工程類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是屬於高危選群 所以你沒辦法讓你貸款貸到這麼多的錢 也沒辦法讓你貸到這麼多的時間 可能一般人貸款可以貸30年 我不行 我可能就只能貸個十七二十年 超扯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有可能你在十幾年的時候 你工作手斷了腳斷了 然後你失能沒有辦法還我們銀行錢 所以我們的銀行風險會很高 我就換一家 另外一間銀行就是 我可以讓你貸久一點 但是你的利率 利率有點高 我說為什麼 在還沒有升利息之前 就是可能一般的手購信用良好的人 你可能可以在1.3 1.31 或者是1.35 就這一種 我的起跳就是人家1.6 我說為什麼 因為你的工作項目是比較危險性的 那我們在銀行的評估都是屬於高危險的族群 我說但是我的現金流跟我的存款 都比別人還要好非常多啊 為什麼我的利率會比別人還要差 就是他們已經認定了就是 我們好像做工業產業的這些人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講起來有點正態 就是我們好像是還款的弱勢族群一樣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就是我們的工作比別人辛苦 我們的付出比別人還要更多的體力 比別人更危險 所以這個社會並沒有給你更好的條件 幫助你去買房子 我真的不懂 大家都知道做工的人本身收入可能 平均上就沒有到很高 但是當你的收入不高了 你的條件還更嚴苛的時候 你叫這群人要怎麼樣的生存 這我真的很不懂 於是我就到了第三家 我這時候學聰明的 第三家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是拍影片 然後他就說 你是拍影片的 你做了什麼 那你是做哪一類影片 我就跟他講 超人的影片可以搜尋一下 他是打開的 他看到了我在拍捷運的影片 好 學聖你這個算是工程類喔 我都已經跟他說 其實我現在的工作都比較傾向於像是顧問整合者 我現在在使用機械跟使用這個重型工具的時間 坦白說真的都比我五年前三年前更少非常多了 不管 他只要覺得你的公司是屬於這個類型的 他就是給你一個幾度可怕的嚴苛的條件去衡量你 甚至喔 我跟各位講 我的員工 貸款的條件都比我好喔 這神奇了嗎 他的年收入沒有我多高 他的條件 銀行給他貸款的乘數 跟他能夠貸款的利率 乘數比我更高 利率還比我更低喔 我就是充滿著許多問號 當然這陣子的這些事情 我問了好多銀行 然後他總是讓我很垂心肝 我們常常有一些製造業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老闆 然後聚會嘛聚餐嘛 然後我就聊起了這件事 想不到大家都是一樣 不過這個時候就要很慶幸 就是開始有很多老闆 大哥就開始幫我想辦法 我說不然我們來借你錢啊 不然我幫你當保人啊 這個事情上當然聽起來你很窩心啊 不過我就會去想說 可能我的條件跟我的狀態是 有一些這些人脈跟這些大哥幫忙的 那但是一般人呢 就是像你看我頻道的朋友 一般從事工業的朋友 或做工的朋友 有時候想到這個你就會覺得 就算你是從事工業 你的年收是好幾百萬 你都不及一個 一堂員工 一堂櫃台 薪水三萬塊四萬塊的條件 我們都會輸人家一大劫 我不懂 就是所有的公共建設 造橋鋪路 做捷運 然後做高鐵 還是製造業 你說使用的零組件 你要用的車子 你要用的房子 都是這群人幫忙協力弄出來的 他有點像是一個做社會的公共產業 但是這個社會並沒有給我們這些人 一個很好的條件 而且它的條件開出來是 讓你更難成家的 所以我們既要在一個嚴苛的狀態下工作 我們還要接受一個這個社會上嚴苛的眼光 哇 天啊 乖乖人家說不要去做工 真的是最新這件事 讓我刷新了我的三冠 你知道如果當你借款到一千萬的時候 多個這個零點三零點幾 我其實就生活就會開始比較硬了 然後不管了 算了 反正還是要買吧 總是要想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 管你1.6% 1.5% 就來吧 然後咧 我就依照這個條件下 我就開始試算 我大概可以買多少錢的房子 我大概還款要還今年 然後我大概怎麼樣 算了 這個社會給我們多嚴苛的條件 我們就接受它 然後咧 有趣的來了 就在上個禮拜 當我已經試算完了 我算完囉 然後我也覺得 我應該有這個能力 可以在買多少範圍的房子 我的工作能力應該還款 還多久我可以搞定這一切 中央政府宣佈申行 所以全部的每一個人都生一碼 升一碼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全部都升0.25% 這個時候 原本我們試算的 就算你只要接一千萬 接兩千萬 再趴上去哇 那個就Hard Call了 政府打房打到誰 他們說要打投資客 那我跟人家打到誰 打到我 打到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打到像我們第一次買房子的人 我們一樣一起升息 我們一樣一起增加一碼 而且還聽說接下來還要繼續往上升 唉 這個連勝的社會 都已經跪到有夠痛苦了 我們的條件呢 就會比想像中的嚴苛 還要再更嚴苛 比艱難還要再更艱難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這一類的人的宿命 而從以前到艱難了 其實 判過的建設公司 或合作過的建案 或是做過的建設的配合案子 他來來回回 好幾十家 也可能也快接近百家了 一直想說 搬工作室搬了這麼多地方 然後以前 很多地方都國外到處工作 總會希望 有一個是能夠自己 能夠安生立命 長久久待的地方吧 那我自己也以為呢 這是一個很放的企劃 也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再 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去看很多的工地 然後很多的建案 那也可以給大家一點 以我們工業上的立場 建議的話 那同時 如果看到自己很喜歡的方式 我就買下來 那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件事 我也想要藉著這支影片去 讓一些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們 其實知道一下 我以前就犯了好多的錯 跟以前做錯了很多的決定 首先第一個就是 不要把錢全部都放在銀行裡面 因為我以前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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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銀行的銀行 一直越來越多越多 然後你看了就會很爽 但是我發現 其實只要保留到一個 安全的狀態就好了 其實剩下的部分 你放在銀行 它也是一個風險 而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都是以台幣為依據 但是其實 台幣它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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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非常的艱困 不過有一件事情大家要很注意就是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 都只把錢丟到銀行裡面 因為換算款你會發現 銀行根本也不承認 那是你的信用額度 它也不承認 它也不覺得 你銀行放了很多火器存款 這個代表 你很有資金 跟你很有還款的能力 它反而希望你去借錢 你希望你跟它往來 那第二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把錢換成一個 跟著這個世界通膨 應該是說把它換成有價正確也好 大家都說房子在漲價 其實房子有漲 但是它漲的幅度 絕對沒有我們看到的速度 數字這麼大 是因為錢變貶了 可能假設 1萬塊錢是很大的 但是現在1萬塊錢 它真的不能做什麼事情 是因為 所有這個東西的數字金額 都在往上上升 但是它所對比的這個台幣價值 也跟著往上變化了 其實很多人買房子 他很開心 就說我房子賺很多錢 最近房子沒有賺錢 你的房子 它只是跟著一起貶值 跟著這個數字一起增加 而這個數字去對等回來交易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然後我們在這段時間 就給了銀行 要證明我的財力 我們就跟他說 我有存款 我有車 我有重機 我有虛擬貨幣 我有NFT 銀行不承認 所以都有在看我們頻道的 各位勞工朋友們 大家真的不要像我以前一樣的笨 就是 只會把錢賺到了存到裡面 賺到了存到裡面 我們都要開始想一些方法 跟著這個世界一起統統一起貶值 我不知道接下來這個 我們這個買房子的企劃會進行到怎麼樣 不過我們還是會想要拍給大家看 想要跟大家說 房子你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買房子 就是你的建築成本 它的所有的係數跟條件 不管你是剛購的 你是RC的 你是建設的本體裡面 你所使用到的參數要多少 其實這個都是有規定的 這些規定怎麼來的 其實都是從國家實驗實驗出來 告訴我們 因為台灣是地震帶 但是大家也不要去猜想 你只要建設公司 或者是你這公司 不要成本這麼高就好啦 不要賣那麼貴就好啦 大家都會講一句就是說 反正建設公司就會把錢 加入在消費者身上嘛 我們先撇開那些阿薩布魯亂七八糟的建設公司 我們先撇開一些無良建商 其實正常的建設公司 它在進行一場豪賭 你知道當它買土地的時候 有土地的成本 然後土地成本 到房子蓋起來 不是蓋一個月就蓋好了 房子蓋起來基本上都要三到五年 你要經過審查委員 你要使兆 那它所要經過的這些時間裡面 它在豪賭什麼呢 原物物料上漲 人工 今年你有沒有以為一個工班 一個師傅三千五 到明年 哇靠 又不一樣了 今年剛才一公斤 二十幾塊 突然又過了一年 哇靠 衝到五十四塊 好像在玩股票一樣 其實建設公司 你知道有蓋房子蓋到賠錢的 我還真的遇過 那你就只要講一句說 那你加一消費者身上就好啦 但是 來阿 房子一坪 一百萬 你要買嗎 沒有買嘛 最後怎麼辦 就空屋阿 回到頭來 其實大家想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當然除了建設公司品質很重要之外 我另外希望大家注意的是營造公司 有的時候這個還會比 建設公司是誰還要更重要一點 再更看細一點 工地主任是誰 哇這個東西就有趣了 反正有機會再拍一些企劃節目給大家看 總而言之今天雖然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 算是我對於出社會以來一個新的考驗之外 也算是我正式的真的體會到這個社會 對於我們這個產業的人 還是不忍性的一個做法 就這樣子啦 期待我們接下來的超人生買房子系列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